DJI Pocket 2全能手柄集成了无线图传、无线音频接收、3.5mm音频孔、扬声器、螺纹孔等功能,使拍摄和创作更加灵活方便。 以下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全能手柄。 连接手柄时,请先取下Pocket 2底壳。 将Pocket 2插入全能手柄。 如需拆下全能手柄。 请先向下拨动全能手柄的解锁键。 之后,再拔出Pocket 2。 如需使用无线图传功能,请先将手机连接头移除或反插回扩展接口,并长按电源按键。 开启Pocket 2。 在Memo App列表内,选择DJI Pocket 2,或在移动设备WiFi列表中选择名为DJI Pocket的网络。 即可自动连接。 若无法自动连接。 您可在DJI Pocket 2屏幕内查看WiFi密码,手动完成连接。 Pocket 2的取景界面将显示连接成功。 此时,Pocket 2即可无线连接手机端DJI Memo App。 如需连接DJI无线麦克风发射端,请向上拨动DJI无线麦克发射端开关,即可自动配对连接。 如配对失败或需要连接新的无线麦克风,在Pocket 2取景界面下滑。 在左滑,找到并点击无线麦克风图标。 此时,Pocket 2进入无线麦克风配对状态。 在无线麦克风开机状态下,单击配对按键,等待配对成功即可。 配对成功后,全能手柄指示灯预灯长亮。 同时,Pocket 2取景界面顶部出现麦克风图标。 无线麦克风与Pocket 2连接后,单击无线麦克风配对按键,即可触发相机快门功能。 Pocket 2连接全能手柄后,在视频回放时,可以外放声音。 在3.5mm接口插入耳机,也可在回放时收听声音。 如需连接外接有线麦克风,请将麦克风插入3.5mm音频接口即可使用。 您还可用底部的1⁴螺纹孔连接微型三脚架。 当有新固件时,Pocket 2连接全能手柄后,将自动对全能手柄进行固件升级。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Pocket 2或断开手柄连接。 感谢观看。